現在看到的是大溪展區的組繪場 也是種植面積最廣的區域 今天天氣風和日曆 和我一樣提早來賞花的人很多 今年大溪展區從11月9號到11月17號 組繪場就在里藤芳古宅的周邊 組展區快樂花舞曲 由一個個圓形的花球組成英文 HAPPY 用空拍才能看得到全貌 11月9號以後才能進入花田中 漫步其中一定超級美 2019桃園花彩節由大溪展區先展開 接著中立平鎮也會陸續展開 同時有些城市 旅行記者的橋本 這裡是空的 旅行記者的橋本 旅行記者的橋本 零五個月 旅行記者的橋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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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往蹄房的方向走 那邊也有一區 為了辦花材節,連柏油路都重鋪了 這一區的花礦也非常好 好期待 好期待 不不不 在一半 不不不不 在只有一半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大 右轉去看花卉田園 這一區種植的面積也蠻廣的 等一下去對面那邊看看 這裡沒有管制進出花田 不少人沿著田梗走下去拍照 在這裡沒有可惜的地方 有空花裡的酒 在這一個小水裡 在這裡的外面 在這裏面上有些地方 然後在這裏面上也有些地方 在這裏面上有些地方 在這裏面上有些地方 这一区是生命之光 好运香水 最后带您来逛逛里藤芳古宅 最后带您来逛逛 好运香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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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